又一一早阳光刺眼 全台晴朗炎热 南部东南部高温飙到36度以上 不过到了午后 近山区就可能下起局部短暂震雨 看到全台气温状况 北部20到34度 中部21到35度 南部东部21到36度 要外出透气的话 可要把握时间了 周二封面接近开始变天 中部以北东北部和东部 将有局部短暂震雨 这一波封面就是 每一季影响我们的第一道封面 尤其西半部东北部东部地区 可能还会出现比较大的雨势 周三周四封面通过 各地容易出现短暂震雨或雷雨 西半部要留意较大雨势 同时北台湾天气也会稍微转凉 白天高温25到27度 低温21到22度 周五水气稍微减少 到周末就直升下东半部地区 还有局部性降雨 主要梅雨封面都会落在 5月的中下旬到6月的中旬 今年确实有一点提早 它走的速度非常的快 主要会集中在中部以北的水库 但是仍然是没有办法 完全地让水库解汗 雨是连续两周 再加上近期地震不断 29号凌晨 花岭又发生规模5地震 最大阵度花岭一栏三级 三分之二的台湾都有感摇晃 提醒观众朋友注意土石 避免山区活动 记者与盛行草文宁台北报道 我是陈居根 从踩在风灾的摊坊断桥 到卫星云图背后的天气预报 棚内棚外的采访播报经验 持续冲击火花 督促我报道真相 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且开启小铃铛哦 请不吝点赞订阅